本台消息 美国夏威夷福建联合总会 日前应美国洛杉矶福建联合总会邀请 组成20多人的代表团盛情到访洛杉矶 专程出席2月4日隆重举行的 美国洛杉矶福建联合总会成立就职盛典 美国夏威夷福建联合总会代表团 在洛杉矶下榻的酒店前 受到美国洛杉矶福建联合总会 陈明文主席热情迎接 在欢迎代表团的晚宴上 陈明文主席对远道而来的夏威夷兄弟联合会代表团 深表感谢 相信双方的互动交流 为今后的广泛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美国夏威夷福建联合总会会长李乐华 在答谢词中 感谢洛杉矶福建联合总会的邀请 并预祝成立就职盛典 圆满成功 美国洛杉矶福建联合总会2022年初春筹备 2023年初春成立 从春天到春天 他们收获了希望 收获了成果 赢得了尊重 而隆重热烈的成立就职盛典 更是让人耳目一新 美国洛杉矶福建联合总会成立就职盛典现场 绚丽多彩 气势宏大 目前并没有与福建省的任何一个城市 是姐妹市 我们欢迎与福建省的任何一个市 杀能够保 美国联邦首位华裔女众议员赵美馨 洛杉矶县市民选官员 各界名流 桥界精英等数百位嘉宾欢聚一堂 共同见证光辉时刻 我是美国洛杉矶福建联合总会主席陈明文 今天非常开心 也非常激动 今天终于我们朝败一年时间了 美国洛杉矶福建联合总会 今天就此大典 朝败完成了 也非常感谢夏委联合总会 到房给我们盆坛家事 美国夏威夷福建联合总会代表团成员 在现场纷纷表达各自的祝贺 今天很容易来参加 美国洛杉矶福建联合总会 就职典礼 我请代表夏威夷福建联合总会 祝美国洛杉矶福建联合总会 就职业式圆满成功 祝美国洛杉矶福建 联合总会典礼圆满成功 谢谢 今天很荣幸受到美国洛杉矶福建联合总会的邀请 来参加这个圣典荣耀 我代表夏威夷福建联合总会 感谢他们 祝他们圣典圆满成功 今天是美国洛杉矶福建联合总会 就职圣典 我们夏威夷福建联合总会 祝美国洛杉矶福建联合总会 祝美国洛杉矶福建联合总会 就职业式圆满成功 谢谢 代表江苏联港信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来参加今天农幼圣典 在此祝朋友们青春快乐 新年金霞奴役 青霞四成 祝美国洛杉矶福建联合总会 就职业式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祝美国洛杉矶福建联合总会 联业圆满成功 美国夏威夷福建联合总会主席何福祥 在致辞中 盛赞美国洛杉矶福建联合总会 在会晤机制 桥界互动 融入主流等方面 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拓展 得到社区各界 以及兄弟桥团的充分肯定 和一致好评 为了向美国洛杉矶福建联合总会 成立就职盛典圆满举行 表示诚挚的祝贺 美国夏威夷福建联合总会 现场捐赠2万美元 赢得了满堂特彩 在美国洛杉矶福建联合总会 成立就职盛典上 美国联邦首位华裔女众议员赵美心 加州众议员方树强等官员 高兴地与美国夏威夷福建联合总会 代表团进行互动交流 并合影留念 夏威夷中文电视台记者 发辞洛杉矶的报道 发辞洛杉矶的报道 因为这个交通弟位 你们懂到丁顶